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刚到他家几分钟 还没等进入主题呢 门口就传了拧钥匙的声音 那个都急了 说 哎呀 赶快快 我爸妈回来了 你快快快 快伪装好 我这一听我也慌了 赶紧的拿起准备好的家务事什么呢 我就跑到阳台上开始擦玻璃啊 哗哗的 为了装的逼真 我真就擦了一下我的玻璃 把四个房间啊 我都擦得干干净净的 回家的路上我越想得越不对劲呢 这不是让我上台家给去擦玻璃去了吗 哈哈哈哈 你说别人 就说我妈吧 晚上吃完饭 我妈问我 儿子 怎么不出去和女孩约会啊 我说我也想去 关键是我跟谁约呀 我妈就说了 主要是你太不会讨女人欢心哪 你说你要是爱上一个女人 你会怎么对她呀 我说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 我妈问你 那儿子你爱我吗 我说当然了 你是我妈 我不爱你 我爱谁呀 对不对 那我妈又说了 那你去 把我玩洗了吧 哈哈哈哈 今年过年 我们小学同学组织一场啊 同学聚会 好多年都没见面了 大家说拒绝 是吧 联络一下感情 聚会订在了一个饭店 费用呢 男的A制 女同学就免单了 这没问题 对吧 毕竟所有女同学我都暗恋过 请吃个饭 很正常嘛 按照约定时间和地点我就去 等我推开包厢门那一刻 哎哟我的天哪 二十多个女同学 一个男的都没有 但是我脑子反应快 我想了一个好办法 毕竟都是小学同学嘛 好多年都没见了 大家长相都变了好多 没嘴都没认出来我 是吧 我抱着一次侥幸的心理 当时我就说了 不好意思 走错了 走错了 结果大家一拥而上了 哎 你不是立哥吗 我天天看你的直播 终于见到真人了 来来来来 快坐下 对此我只想说一句话 城市套路深 我要回农村 好了 立哥脱口秀天天把你逗 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我都不散 拜拜 立哥脱口秀天天把你逗 逗你